老餐一下玩 老饕 你好 你好 老饭一下 老饭 找到什么了 我看你怎么 拯救大兵若然的剧本 它是这种开本的 对 好脏 老板娘 这些书都是你的自己收的吗 对 是以前收的 你是喜欢电影 还是喜欢什么 这是 我以前一个朋友很喜欢电影 这本书能送给我吗 卖给我 我们能收吗 这本书我们能收吗 我收一下去 没事没事 你拿去吧 正好我得付钱 对 付钱我是不要的 那就是看不起你了是吧 没问题 谢谢你我收了 送我了啊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慢慢喝啊 我去拿菜 谢谢 怎么了 老板娘我到时候给你换几本书吧 你拿什么给人家换 老板娘 嗯 想了个事呗 坐 我给你换几本书 我拿几本新书给你换了 好 但都是电影的书 行吗 行 哦 哦 它这个是 有菇子 切肉棒 西兰花 炒杂菜 刚看完电影然后来到一个有电影氛围的小馆不是很好吗 点几本 对 我知道它 很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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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的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你对吃饭是特别认真的 那当然 人生只不过是吃花儿子 赶紧下个好子 从那边说 咱俩不能坐下聊会天吗 你 就这么着急要送付吗 这么我就 我哪知道你忽然间就想聊天了 以前咱俩的节奏都是这样的 你说就行 别那么 别用这种语气说 咱俩就不能 咱俩就不能 别这么说 那就咱俩来聊天 那行 那你说咱俩就不能 这个语气词 作为一个导演 对这个词会是很敏感的 我怎么能听一部队 是吧 怎么能听一部队 怎么能听一部队 我看一看凯特导演的上天坦 咱俩就不能聊聊天吗 这本词我听说好久了 咱俩就不能聊聊天吗 可以啊 那你聊吧 不聊他 好啊 学生 我拿这个东西 你拿这个也能聊天的 看 那我再拿书也能聊啊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其实 我说这话也没有任何的意思 没有任何的恶意 就是 我觉得啊 一个合适的 沟通的节奏 聊天的就讲话节奏是 你有来源 我有去语 不然的话 就会让人觉得说 那我说的东西 你在听吗 我们有没有聊起来呢 有没有说到一块去呢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说 好多时候 其实我的很多 愿望和想法 是我不太敢说 就是我会觉得 我说了会不会打扰你 会破坏你的节奏 可是如果在家 家庭事情有很多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那个事放下了 那个阶段就过了 我反而觉得 只有在这个地方 没有其他的琐事 环绕 打扰的情况之下 我把我想想要的 想期待的一些东西 可以说出来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已经看不见了这样了 没有想到你会想到这些东西 就是有些可能平时生活当中 算了算了 过去的事 我今天看起来我就觉得 嗯 是不是该说一下 是不是要说一下 我其实也鼓了好几次劲 就是告诉自己说 嗯 要不要说这个事呢 这里面没有对和错啊 就是大家把 我觉得我把期待的东西说出来 啊 彼此期待好吗 那我这样的时候 也希望你能这样 就不要再说 哎呦 转转走的不理我也行 那我们以后 都要改这个东西 嗯 其实你吃饭可以慢一点 你是不是在剧组养成习惯了 你在家吃饭你也是一样的 稀里糊噜的 感觉恨不得五分钟解决吃饭 后面有人在赶你 你说 这个节奏好 你知道人家一口面包要搅很多口 然后才咽下去 嗯 好啊 继续啊 不是 大家以为自己电视坏了 说哎 怎么突然进行了慢了 我把这围裙洗一下 就用了一个剂了 我学学 我确实 得学习一下 哎 这没有什么学的 你看哎 立白洗衣凝珠 这是我最近刚发现的东西 长效益菌啊 结晶三合一 出菌率还高达99.9% 一颗就够 我真扔你就行 这个太适合我了 这个比较赶的朋友啊 就是 也就是我自己 就很适合用啊 行 那我也可以一口洗衣服 不难 这个 员老师是我记得咱聊过一回 您其实学向上也特别早 我是12岁多吧 不到13岁就开始学了 绕口令啊 这各种各种画术吧 像太太讲究话术 其实你们这跟我们一样嘛 不是都得练嘛 都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对 说起这个 跟你们推荐一个好东西 斑马AI课 这个是可以从小锻炼孩子的 这方面能力的 语文课上面也有哈 对对对对对 前两天我路过学堂的时候 看小朋友们学的特别开心 你看这个趣味AI动画课 还结合了儿歌和动画呢 斑马AI课的语文课 不仅让孩子们学会了拼音十字 和古诗成语 还能提升孩子们的阅读和表达能力 这就适合小朋友呗 对对对 这非常好 斑马AI课专为2到8岁孩子研发的 是英语数学思维 还有语文三科都有的 靠谱 几点了现在 我做饭啊 喂 排骨 啊 好像啊 太香了 我要给后方的朋友 赶紧把这个记录下来 什么呀 这个炸酱 朋友们 今天我吃了于天老师的 做的炸酱面 这个炸酱比姐姐做更好吃 有一些小技巧 第一就是猪皮 还有一个就是把肥肉都做成油渣 再还有一个就是香菇不用切那么大块 特别好吃 来吧段总 辛苦白老师 哎呦 你们辛苦 你们辛苦 我可是真是 我就是冲尺层 段总今天很辛苦 因为从来不干活的人做了一个杯子 干活全靠镜头就是这么怼着 你实在是不好意思吗 这王建国反馈 说于尔士用的是干香菇吧 对 我发香菇嘛 鲜香菇不行 味道不冲 您跟他说 兄弟 我用的是干香菇 鲜香菇我用过不行 味道不冲 我这炸酱主要是王建国供给 所以我得告诉他该怎么做 才能吃的好吃 维护好 对我得好好地告诉他该怎么做 他享受他就爱做饭 他看你吃的香他比他特高兴 做饭的人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而他确实做的好吃 他就是慢 他除了慢没什么毛病 他一看他是个好琢磨的人 完美主义是吧 强迫症 演出也是 就是脱口秀表演 喜剧咱不是必须 找到自己的风格吧 找到了才能算 但王建国有个特神经病的人 他就追求他第二次上台 跟第一次不一样 他不要风格 他就每次他都要变 他就觉得我不能再跟上次一样 重复自己 我觉得这是对的 他追求的不一样 是各种一种画书 包袱各种各样的 一个包袱有很多使法 对 我追求这个不一样 他就是要 他就是追求使劲就不一样 对 但是他这风格变不了 因为他人就这样 对我最后 我说你这事你也别在那翻腾 这就是你的风格 对对对 你就是天天在这折腾 就这个折腾 就是怎么都不高兴这个劲 就是你的风格 到最后风格实际上就是个人魅力 我觉得 对 我的理解啊 我跟他们说 我说风格这玩意儿呢 就更有可能来自你的缺点 而不是优点 对 就别藏 藏不住 没错 你什么短你就 就没事 你最后藏不住的那个 就形成风格了 就 你也改不了的 没用 你这 对吧 叫什么劲呢 相声说风格就是怪卖坏帅 嗯 还不是 按着大牌方说 这算是风格 嗯 但是个人还是你帅跟帅不一样 对对对 怪跟怪还不一样 像小月月开始的叫叫 卖吧应该叫 还是叫啥怪 贱 但我好久也没看他新的段子 也不知道他现在啥样 听上踪迹了 我说你能干点正事吗 你这起家旨这个呢 你外边飘得再多 你这根不能断了 那个 弄个糊 我得弄个糊 得弄个糊 最近开始弄了 可能过些日子你就能看见了 有 有 火了 嗯 我们就包括我啊 然后我们所有的脱口球演员其实都一样 都知道这件事 这脱口球大会一晚了大家的紧张就是说 不行我得写个专场 我必须得弄个自己的 向上演员 有没有小剧场 很重要啊 但是呢 你说没有小剧场 我还可以找老师 我还可以求高人 我还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我上传弄乱了 啊 我那什么 脱口球小剧场绝对是根 绝对是镀金 小剧场就是老师 对 因为没老师 全靠观众 全靠那个 一点一点在那磨 磨 现在的还好吧 现在小朋友们好像还挺幸福 感觉都是捧着来的 他们现在就是头疼就是捧的太猛 对 现在的观众都是表现于过来的 他恨不得给你拉一台来 你给我捧个跟 我上去说去 他玩高兴了 这场票才花的值呢 嗯 现在有很多很多场次都是集体捧跟 捧跟的站那儿就别言语了 底下这儿嗯啊什么的 就跟着一块 哎呦可高兴了 这些人玩的 对 就是不踏踏实实来欣赏了 嗯 帅 这事怎么说呢 可能这是现阶段的一个难题 这一现阶段就得放出多少年去 他不可能明儿就改了 而且这里边就差距就很大了 你说年轻的那些小孩们捧的猛了 但是也有捧的不猛的 那不猛的一下子就跟人家的差距拉的就很远 崩溃啊 如果是同一场确实是 对啊 都是看脸的时代啊 你这 嗯 包括你的粉丝想让你做些什么事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 人数很多 它是一股潮流 它会涌着你往他们想让你去的方向 你得随你 嗯 不由人了 对 哎呦 德恩说现在一帮孩子都这样啊 老秦 老秦是这样 有的时候 这次我刚接触老秦 还有好些叫不上名字孩子 这回都 哦 咱不知道人这么火啊 早知道我给他磕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讲咱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外界有传闻啊 说这个 抖音社厉害 会运营粉丝 这啊 那啊 我感觉这个是 您啊 接触过 感觉也不像是会琢磨这事的人 谁琢磨这吧 我感觉这 这不是运营的出来的 这怎么运营啊 这不成了 谁想着想到这个 我怎么运营粉丝 粉丝现在是想怎么运营你 哎 这个 我们这也是渐渐的有着趋势 都是流量说话 嗯 我没前两天去 你说我才 我们这才几年 我才多大岁时候 瞧瞧 十一期间好久没演去演 演完了 就是惊喜嘛 前面没上海报 开玩回家 那个 大众点评 给我们的剧场评论 一个朋友写的 说没想到 淡总也来讲了 真是意外 淡总的梗 完全不输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哈哈哈 对我看这个了 我看这个了 哈哈哈 对我干这个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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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才几年 这我 都 我是干嘛的呢 你以为我是干嘛的呢 哈哈哈 也是五星好评 说很好啊 你这演出特别好 我说 笑死我了 我说 无知无畏 什么情况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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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啥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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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还想吃 吃 吃 不对是吃 老公我要煮秋葵 好啊 那我们就吃秋葵吧 老公你来尝一下 好不好吃 再来 吃吃吃 我用这个 太太乐 原味鲜 头到 特级鲜 酱油做的 而且这个是林天佳 吃的也很放心 叛马AI课上的语文课也很有趣 能把古诗词编成耳哥哦 嗯 宝贝 去吃饭啊 去吃饭 嗯 去哪里吃饭 我定个地方 快困 你去吧 我去吃 你去叫什么 快 享受 咯 有 你去吃看 哎 你好 你好 来看看看看 这个温泉的池 现在正在蓄水 这边已经补了灯 这边是户外的风景 这边画一个桌子 在外面吃饭 挺好的 有下雨吗那边 我这边没有下雨 天气应该还挺稳定的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毕竟是户外 哎呀 辛苦你们了 好 那先这样 OK 好 拜拜 辛苦了 辛苦了 走吧 走吧 宝贝 哇 哇 一直有风 这个 能吗 把手放进来这里 好 远吗 远的话我躺一会儿 你躺一会儿吧 真假的 肯定不是半个小时以内的 那么远 对头 哈哈 哈哈 在哪里 在那个县里是不是 yeah 见雨了吗 哦 是的 哦 啊 啊 啊 你没了老公 啊没什么 欢迎光丽 老公这是个什么地方 嗯 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 老公你卖了 你进去吗 哇哦 这好美哦 看起来还不错哦 哇哦 一零零四 今天是特殊的衣服 你开心吗 谢谢 哎呦 掉了个N BIRST BLOOD 还是HAPPY AND AVERT 他掉了个Y 哈哈哈 And Iversar 哈哈哈 我爱你哦 嗯 老公 嗯 还是端竟去吃吧 嗯 你可以吗 如果很冷的话我到处理 好吧 我为什么定这里是因为本来 这里是个温泉酒店 啊 我本来是一个温泉酒店 我本来是一个温泉酒店 还是想跟你在这里泡泡温泉 嘿嘿嘿嘿 然后现在那里变成冷的游泳池了 哈哈哈哈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鞦韆 本来我们可以在那里当当 当 然后就是 没关系 现在就 就什么鱼都没有了 哈 那你做吧 好 嘿嘿嘿 有关系了 有什么关系了 哈 你看 汤 红烧肉 哇哦 就本来有点一些 我又不会做的 可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吗 嗯 没关系了 哎那边为什么有个灯啊 专门放呢 好的 那搬进去吗 我们搬进去吧 走吧 好 哇 哼 哈哈 哼 哦他还是热的呢 哈哈哈哈 吃饭吧 好吃吗 真的很好吃吧 什么 大合计老公 我们的歌舞 好了 千万不要飞进来 夏宇佳当儿子的话我就要崩溃了 他在这里 我的天 啊哈哈哈哈 没事的 我要崩溃了 我内心已经已经崩了 没事的 可以的你 可以的你 啊 救命啊 我我用这个把它盖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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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我还好你呢 我还好 没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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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的 啊 嗯 嗯 吃饭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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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死了 雨越下越大 打起了雷 還加上兒子 今天是就是我也沒有預想 但是就很精彩 老公 你會大兒級嗎 很精彩 我覺得這會是我們兩個 之間一個很搞笑的回憶 那就好 抱在一起啊 怎麼拍了 怎麼合姿 應該很搞笑 以後想想 好嗎 那現在你這麼想就好了 我想吃個筍 我只要一條筍就夠了 老公 所有的筍都是你的 謝謝老公 嗯 這個是不是手做的 是吧 發現這個村裡所有東西都是手做的 嗯 對啊 感覺很自然啊 所以你更喜歡用手做有特定的紀念價值的 對啊 他有你親手做的東西 你跟他有連結有感情的嗎 因為你花了時間啊 那就好呢 那就好呢 你又做了個什麼東西寫給我 不是每個月都要送你禮物了嗎 你不是很喜歡啃瓜子嗎 瓜子粉嗎 對啊 你買的吧 我做的 裡面那個是我做的 那個符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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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能不能跟我說要我去跟風景老師配合做一個職務 好啊 就是這樣子的啊 我在想給我老婆做一個驚喜禮物啊 做這個東西 瓜子啊什麼東西啊 做放瓜子的啊 放瓜子可以 他喜歡啃瓜子的 鴨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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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我要去小麥部 你沒有吃過嗎 你沒有吃過嗎 寶貝老婆跟我說讓我去配合做一個職務 寶貝我想去小麥部 寶貝我要去買零食 因為你知道裡面這個是真的要花時間的嗎 嗯 知道 謝謝老公 我要捲別的個蛋糕 蛋糕 那我們吃蛋糕吧 快點許個願吧 快點許個願吧 你許願吧 我希望你的合併可以馬上完成 我希望我們一家人健健康康 然後我們兩個的愛情婚姻長長久久 好 你的神秘工作事情也能快點超定 好 然後 你的願望太多了老公 老天爺也不想答應你了 那你就想說 你給你賺一百個月 哈哈 好吧你睡吧 一幾圈嗎 開心 你真的很無所謂嗎 那沒所謂呢 好吧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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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心就好了 開心喔 謝謝你 歡迎 歡迎 謝謝老公 開心 真的嗎 嗯 好 那還要去吃 還可以嗎 我去吃 還有便利 師傅 你好 快來吧 來了 來 等嘞 那吃了两大碗粉 你还吃得下吗 你们怎么约会吃粉呢 为什么 粉色的约会吗 颜大师 怎么样 你们二人世界怎么样 今天 吵起来了 开始吵起来了 为什么呢 也不能这样吵起来 僵了 就是我试图对生活做出一些改变 但是他没有感受到 他就觉得事发突然 且面对着摄影机他很尴尬 吃着差不多了 原本结束 把两本书弄走 咱就早点回来了 我说我弄那本书 你就不能坐下来听我说话吗 你把前面的说完 是因为我正在跟他说话 结果他站起来了 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俩坐下来聊会儿天 但我可能当时就是 你就不能那几个字 可能在他听起来是有问题的 我自己自己当时不觉有他 自己自己当时不觉有他 金哥一直就是 我们要早回来点争取 我们能赶上 我们要蹭一下这个弹总的笑话 那我就知道了 今天为了他一直在赶节奏 我们俩今天日程安排是 先去看电影合了个影 说来老婆过来照照 走走走走 推着我就要走 看完电影后 吃饭吗 走吧走吧 吃饭 然后上了菜吃完了 说说说是走吧 吃饭 你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障碍 你知道吗 那我真是 三生有幸吧 三生有幸吧 你换个位子要不然 给你们 不要 来来来 给你们设置这个障碍 也不用太谢谢我 杨老婆 我说 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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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是不是挡镜头了 瞬间我们都是多余了 你不是喜欢那个李雪芹吗 还问问单总 前两天疯狂给我安利李雪芹 刚才我刚知道 那孩子是脱口家带会 第一次上台 哦 哎 这个 特王建国是怎么想起来的 就其实是自然的 首先呢 就是雪芹本身就喜欢王建国 哦 真的呀 哦 真的 但是咱谈不到说人家是爱情还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新的 反正我拿这杂与挂 哎 他就真喜欢 那就顺水推舟 那就能做出一些好玩的东西来这样 他是真喜欢 所以说这就是戏 嗯 所以说这就是戏 演员看的就是这个 接着点东西 发挥 对 就是就是就是 我这个玩家就是一种个人表演性的这种 这个扣啊 耿啊 节奏啊 我还真的心里还挺好奇的 我一直在想就说 哎 如果我能 我能不能开创一个新的动作喜剧 有一个参考的对标就是大哥 嗯 我其实觉得就跟大哥一样 大哥刚出来的时候也没找到自己风格 他也拍正剧 就是正经的那种武术拍了很多年 直到蛇行雕首出来 市场认可了这种说 哦 原来李小龙之外还有这样一种功夫 是市场认可相互应兆才出来的 人家是想拍个功夫喜剧的那种东西 说的放肆一点 说吧 说吧 自己假说 任何一个练武术的一个动作演员 或者说一个武术家 我不敢找武术家 我可不能 都想形成所谓自己的一个风格 动作流派 嗯 嗯 嗯 但是从机器上咱们不敢说了 就是影像上 如果在影像上 如果能形成一个无精所谓的一个动作流派 就是电影上面影像上的一个动作流派 或者一种人家说的动作风格 或者说或者说我的喜剧规律 嗯 咚咚咚咚 这辈子穷一生所望啊 那追求的这一辈子就够了 一个动作公式 特想做这个 但是我觉得自从战一战二以后 这个东西已经除形已见 就是中国风的这个东西 你要再三步四步 就风格就出来 其实我觉得是民族性格 它有一个很根的东西 如果我看着吴京就说中国人 这其实就行 很快就有风格了 其实是有风格的 动作风格一定要是 对 还是要在这方面涂东西 我在想的是说喜剧这块 我以前试过 一边说话一边打 这台词背了一天 一打上不了 上过去 我以前真的给自己打分打高了 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可以变得更好的 我们都有这个共识 但是因为要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 不和谐的东西出现 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 那是再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进 一定要经过的新一轮的沟通 两个人才能在一起齐步地往前走 你觉得是埋怨我吗 我跟我太太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 我们在彼此在盯着对方的时候 心里那种着急 或者心里那种火 可能可能可狼狈了 但是目的都是希望被对方好 可能这就是生活吧 我就怕到时候给人家拉分嘛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 非常的热爱生活 又非常认真的在生活 我们俩的知识量都是互相之间捧起来 我也想很努力地去改变一些东西 为她改变 她我觉得为我改变了也很多 我们正在从两个人转变到三个人的家庭的一个状态 反省了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好像的确是一直是她在给我准备惊喜 我好像真的没有为她做过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要尽量多地陪伴她 我觉得这会是我们两个之间一个很搞笑的回忆 然后 放置一期啊 我都不会啊 我都不会跟孩子 Woo! 这没事 问一些敏感问题是吧 问吧 如果找起来 你们站在我这边站她那边 快说 你 我再来 有一个了 你 站我这 对 你别笑 穿着那个小黄家那个 你 躲在背后就捏 为什么 因为我坐在这 因为我坐在这 你虚诡了 突然那男姐在这 一问你了 你一定也是站在男姐身上 你 说不说 松立 乖着我 看来还是站在女方那头 对吧 我媳妇在哪 刚才这样她全听见了 坏了 媳妇我错了 你又干嘛 你又做了什么 你又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话 你看我刚才又说了 我一听见吧 好嘞 开天窗 在里面你也不跟我说 你们太坏了 我跟你讲 这节目组太坏了 学语文 学思维 学英语 二到八岁上班马 本节目由斑马AI课 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天然喜护 除菌解净 立白搞定的幸福守护官 立白行业赞助播出 换衣服 解放了 老婆不在家放反了 老婆不在 哇 小河啊 媳妇走了 忽然间寂寞了 不知道该干嘛呢 这就是不知道享受 我最近还有一招很高招的事 明明好像道理在我这 又被他扭转完了之后 他又过来说 好了好了 我错了我错了 更气愈的 人都很奇怪 我说呢 偶尔的得学会耍不赖 可以有一些小老板 小老板 我们之间的默契 好像是在吃老本 实际你看的默契 都是十多年前的默契 而且马上就要不默契了 我觉得我好像 已经找到了一个平衡 但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个体 你让他生活在一起 一模一样 不可能的嘛 我们两个是不是 不会再有以前这种 谈恋爱的感觉了 这个是我即将要面临的 一个事情 太臭了 我们的臭宴开始了 臭鲑鱼 臭豆腐 臭线菜肚 螺丝粉 好臭啊 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帮你 打开你的人生 可以 一点都不难吃 老公特别好吃 没问题的 上一次两个人一起吃这个 是多少年前 你还记得吗 好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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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糖 看个够 上微博 带幸福三重奏 发博和微博网友一起 边看边聊 上微博搜索幸福三重奏 话题页 观看更多精彩小视频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快来指定问答社区 知乎APP 和知乎大主一起追 幸福三重奏 更多精彩节目资讯 近在新浪娱乐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极光TV 腾讯新闻 腾讯娱乐 腾讯娱乐一线 新浪综艺 百度地图百度贴吧 百家号 网易娱乐 bilibili 凤凰护鱼 谈资 三声 超级星判团 iDo Motive 智联招片 娱乐盒子 想见你APP 小红书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